2024年6月13日,员工周会礼拜 请同工往前就座,手机音,关静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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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领受从主而来的智慧与鼓励 如此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圣经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 出生祷告的时候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彼得及约翰上殿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记 他看见彼得 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 彼得约翰定情看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我们 指望得着什么呢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子骨 立刻见状了 就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 跳着 赞美上帝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上帝 认得他是那 素常坐在殿的 美门口求周记的 就因他所 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 惊讶 愿上帝四福 听他话语而去实行的人 今天分享的信息是 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们邀请赵约翰牧师 各位当刚 大家平安 平安 牧师还是会说花语 有一本书 叫做轻轻松松认识你 认识他 这本书它描述了上帝的52种 很特别的身份 它是用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让人能够去认识 上帝不同的面貌 甚至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 上帝像艺术家 像医师 像婴孩 特别也提到说 上帝是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牧师特别会选用这段经文 是因为在圣经里面 这段故事 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从小 在教会长大的一个记忆 因为我很喜欢 特别在彼得 对这个瘸腿的人这样说的 金和银 我都没有的这句话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牧师要想跟大家想的就是 我们该如何去 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爱 然后去分享 那牧师一样用这个瘸子 但是这个瘸子很特殊 是因为他跟主耶稣 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圣经经 也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 升天 已经不在门徒的身边 通常我们所记得的故事 大致上就是耶稣行神迹 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里 提到的是门徒行神迹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 说到说圣殿的美门前的这个瘸子 他们每一天其实都在圣殿的美门 等着来到上帝圣殿 要敬拜上帝的人来周记给他 尽管他是瘸子 但是他必须每天都坐在门前 因为他必须得到别人的帮助 所以当彼得跟约翰要来到圣殿 经过这个美门 这个瘸子当然就跟往常一样 向他们来往的人乞讨 也代表说这个瘸子 一生都靠着别人的帮助 只因为他无法自行行走 甚至他必须靠着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 带他来到这个地方 才能够使他活下去 所以亲爱的各位 他既然被抬到这里 代表他一无所有 甚至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也没有办法 给他多大的帮助 但是在那一天 这个瘸子跟过去以往的生活一样 就等着来敬拜上帝的人 经过这个美门 看看谁比较盛眼 可能就给他一点点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瘸子 那一天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是因为这一句话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行走 是因为这一句话 所以当彼得跟约翰 他们要进到圣殿的时候 当然这个瘸子也一样 看到了来往的人 但是特别是彼得跟约翰 为什么在这么多的乞丐当中 在美门当中不是只有这个人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人 但是特别让彼得跟约翰 能够停下脚步 来看的这个瘸子 我相信是因为 在彼得跟约翰的心中 有一份感动 有一份感动 所以在经文里面怎么说 在使徒行传三章四节 彼得和约翰就定睛看法 特别彼得这样说 他说看着我们 所以亲爱的各位 彼得说看着我们的时候 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很了解这三个 十句对不对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常常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都会做这些事情 其实这三件事情 到底在说什么 其实这三件事情在告诉我们 关注一下吧 关注 因为你有订阅 你就能关注 当他有新的讯息的时候 他就跳出来 所以当彼得对着这个瘸子说 看着我们 亲爱的各位 进出圣殿的人很多 每一个乞讨人 偶尔能够从这些 要进到圣殿 敬拜上帝的人 得到某些东西 甚至得到金钱 但是大部分的人 给了其实也不是真正关心 这些乞讨的人 但是彼得跟约翰却非常主动 要给他 这个是一个瘸子 他完全没有想过的 在他的人生当中 在那一天之前 从来没有想过说 有人会主动 停下脚步来对他说这一句话 看着我们 所以当这个瘸子充满 期待等着彼得 到底要施舍给他们的时候 但是彼得给他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人不能想到的一句话 叫做金银我都没有 如果你是那个瘸子 当这个人说看着我们 你一定很大的期待 但是当他说金银我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顿时一定非常失望 我在第六节说 金银我都没有 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之后有句很重要的话说到说 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 起来行走 所以亲爱的各位 你是瘸子当你听到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但后面突然用了这一句话 其实这个瘸子 我们应该说他应该都知道 前一阵子在圣殿 甚至在耶路撒冷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耶稣的受难 耶稣的定十字架 耶稣复活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个瘸子应该或多或少知道 可是重点是当彼得对他说 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 起来行走的时候 可能对这个瘸子来说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 让他心中有振奋的感受 所以亲爱的各位 对你来说 彼得是用什么样的语气 对这个瘸子说话 是用很温柔的 你能够思想 彼得用很温柔的话 对这个瘸子说 哦 金银我都没有 但是 我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 非常温柔的对这个瘸子这样说 瘸子会有感受吗 应该不会有 如果说这个是彼得非常 刚刚我说的很感动 然后 他很开心的对着这个瘸子说 哇 金银我都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 你起来行走 对这个瘸子来说 即使这个人很兴奋 他要的是这个嘛 其实他要的很简单 他要的 其实只是 你赶快给我什么东西吧 金银虽然没有 但是吃的也好 用的也好 你的关注眼神已经很多了 但是我要能够养生的 就是当彼得对这个瘸子说 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其实彼得他的语气是什么 在圆文的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命令 用一个非常命令的一个口吻 奉耶稣基督的名 起来行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为什么彼得要用非常严厉的 这个命令的口吻 对他说 就是这个是要冲击 以瘸子的一个信心 就是在基督信仰里面 在谈信心的时候 不是只是告诉你 你要加油哦 甚至说 你有参加什么比赛 我给你加油 给你祝福 这个不是信心 这只是嘴巴说 一点祝福鼓励的话 信心是什么 在基督信仰里面 信心是相信 加上依靠 相信上帝 并且依靠上帝的恩贵慈爱祝福 这就是信靠 因为当你相信并且依靠的时候 即使你遇到任何的困境 患难 你仍然持着相信的心 甚至依靠的心 来去面对你所有的难处 所以彼得在这里 他不是纯粹的用口说 经营我都没有 奉拿撒伦耶稣基督 你起来行走 在经文里面特别提到 除了口说宣告 重要的是 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 学子的脚 裸子骨 立刻健壮起来 然后圣经说 他就跳起来 站着行走 并赞美上帝 亲爱的各位 彼得为什么要拉他的手 其实是一个什么 强制性的动作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瘸子 若是不愿意 他可以怎么样 彼得伸手拉他的手 一手拨开 这个疯子 我都已经是这个样子 天生就如此 结果这个人 什么都没帮助我 然后说了一句很好笑的话 说奉耶稣基督的灵 叫我起来行走 你给我一点东西也好 但是怎么拿着讲 这种事情跟我开玩笑 但是在那个时刻 瘸子他接纳了彼得 所给予他的命令的宣告 甚至也接受彼得的邀请 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 当他的生命转变之后 后面我们就看见 他站了起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奇事 我在圣经里面记得很多 但是很重要的是 神迹奇事代表是 上帝与人同在 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工作痕迹 所以亲爱的各位 先进其实我们的生活 其实就像这个 坐在美门口的这个瘸子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在忙于解决 短暂的现实的问题 但是当圣灵 也就是上帝的能力 临到我们的时候 就能够去解决 永远以及根本的问题 所以亲爱的各位 若是永远根本的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那个暂时现实的问题 自然就能够获得解决 我在新约圣经里面 特别有提到说 那在我们里面的 比外面这个世界的更大 当你的内在的心 能够得到满足 刚强壮胆的时候 你就不怕外在 这一切的困境跟患难 所以彼得对这个瘸子说 把我所有的给你 所以亲爱的各位 彼得给他的不是 世上的经营食物 或者是物质上 来解决这个瘸子 他根本的问题 而是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 来解决他问题的根源 这个瘸子 他真的只是靠食物就能够扬生 我相信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很大的缺憾 为什么我天生就是如此 其他的人 甚至他的兄弟姐妹 亲人可能都能行狗 为什么 只有他不能 我相信在他的生命根本里面 有很多时候都唾弃他自己本身 甚至埋怨他的 可能是他的亲人 他的父母亲都有可能 但是在那一天 生命的转变 是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 所以亲爱的各位 现在上帝的能力依然在我们世界 甚至上帝也期待我们 能够去让我们得着的去分享给人 我们可以去想想 我们到底能够给予人什么 第一个 我们能够去得着主耶稣救赎的知识 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提的这本 轻轻松松认识他 我在里面提到上帝的52种面貌 虽然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本书 但是能够去让我们去知道 原来上帝有不同的面貌 上帝用不同的方式 让人去认识他 透过绝书的代赎 我们能够得到叫做赎罪 能够在基督信仰里面 得到的是永恒的天国 得到的是医治以及复活的知识 那个医治是医治人心灵的医治 有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所看的 这段新闻所提到的肉体上的医治 以及所谓的复活的知识 亲爱的各位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记载说 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 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 担当了我们的级别 这边所提到的担当 担当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挪去 有的时候是一同承担 所以在你痛苦困境患难的时候 主耶稣的恩典 主耶稣的救赎 主耶稣的慈爱 陪伴着我们 跟我们一起同担当 同担当我们的困境跟苦难 为什么牧师特别提到 神话跟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圣经故事好像神话 其实神话跟故事 它的差别是什么 牧师把它分成两个 第一个叫平地台湾人 我们大事上的故事是在三四百年前 谈伤过台湾 这个很多神奇的故事 牧师曾经去翻阅很多 关于这些神奇的故事 但是其实在台湾的原住民族群 也有自己的神话故事 但是这些神话故事 已经都不考究了 就像牧师是阿美族 阿美族的创生神话跟什么 跟上帝 跟天神有关系 但到后来因为洪水的关系 可是这些是不考究的事情 甚至我的故乡曾经我有问过一些老人家 我说我们创生神话说的那个独木舟在哪里 他们就指的一个中央山脉的某一个地方 他就说就停在上面 我说你们有没有去找过 他说有啦远远望过 有一个很像船型的独木舟的那个什么 船型的那个什么 石头可能就是那里 他们用可能 我说那到底是不是 他说以前都这样说了 你就这样停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就听到现在 我记得我要回故乡 我的孩子渐渐大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说 看一下那个山 老人家说 我们就是从上面 我们的祖先从上面那个独木舟下来 他说真的吗 你有去过吗 我说我当然没吃过 这个就是神话 但是圣经的故事就不太一样 圣经的故事被宣扬超过2000年以上 不管是就业或者职业 特别圣经翻译的工作 有167个国家 用了3282种语言在翻译当中 就像我们在台湾 每一天在长老教会里面 用了十多种语言 来去分享上帝的故事 去宣讲关于上帝的真理 这就是神话故事 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 真实的故事 这个非常大的差异 所以亲爱的各位 知识能够从无知的危险当中 来释放我们 一个缺乏知识的信仰 不过是一种情感 不是不期待我们 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 是一个所谓的情感式的信仰 期待的是以坚固的知识 为基础的信仰 即使在你看不见 甚至听不见摸不到的情况之下 也能够从不安跟恐怖当中 得着释放 这就是真理的力量 这就是真理的力量 我们还能给人什么 第二个 拥有爱人的能力 在基督信仰里面 常常谈的就是 上帝对世人的慈爱 世界上最珍贵的 其实就是爱 世上最伟大的力量 也是爱 但是爱要产生 能够去爱人的力量 才能够 牧师要这样说 未曾感受到爱的人 其实是没有办法 去爱其他的人 没有办法去爱其他的人 牧师就找了一下 我们张记很多的 医院做了很多 关于分享爱的事迹 在这些事迹的当中 这是什么 这是医疗的爱 不管是去了远处 或者是近处 甚至到国外去 这都是我们张记所做 去分享 从上帝那里来的爱 甚至我们知道 兰大卫师他们 从国外来到台湾宣教 也是因着在基督信仰的爱 他们愿意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他们不曾知道的地方 所以他们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那个足迹就是上帝 给他们爱的足迹 以致他们留在这里 留在台湾的地方 我们张记除了说在医疗 这个分享爱的事工之外 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医院其实也跟教会有很棒的连结 我们在彰化中会 跟彰化基督教院曾经合作过 合作的一个教会叫做新元教会 就是牧师之前待的教会 可能牧师之前也在那个地方 这个教会很特殊 它的特殊是因为921 政府一个措施 就是让921的灾民 能够从他们的故乡 千村来到平地 但是那个平地很奇怪 是在海边 原住民大致上住在山区 但是被千村之后 盖了一个很大的社区 那个地方在哪里 在方圆乡 在新宝村 在海边 离一公里就是海边 所以牧师到那里去 那时候是陈学院刚毕业 就派到那个地方去开拓教会 所谓的开拓就是没有人 只有我一个 只有我一家人 那时候一家五口 我只很记得那时候被派去的时候 我太太就哭了 因为他周边都是养猪场 养鸡场 所以那个味道很重 8月1号到任 所以我太太一开门 她就哭 她就说你为什么选这里 我就跟她说 我没有地方去 所以我选这里 因为这是上帝安排的 日出以前我看的是太平洋 到后来来到这里 日落 以前看得通 太阳是下山 来到这里不是 太阳是什么 下海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 所以很多原住民弟兄姐妹也是一样 他们也不见得 一定在海边待过 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 其实那时候所做的都是原住民的事工 所以看到 你看到都是孩童 其实那个时候的教会 其实做的是什么 大致上就跟儿童有关系 甚至也曾经带着这些孩子 在18年前来到我们张基 你有看到一张照片 这个黄色橘色的 这就是以前张基这个礼堂 带着这群孩子来到这里线西 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 在张基的礼拜堂分享 带着这一群叫做谢伟儿童合唱团 那个时候其实 跟张基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连结事工 也带着孩子在我们的乡上大楼 参加很多的青少年成长营 带着这些孩子来参加 特别为什么要提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带领的 其实是我们儿童医院 我如果还记得的话 应该是急诊室的医师跟护理师 他们来到我们教会 带着这些孩子做一些课程 为什么会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因为 我的孩子发烧 在二季 因为二季那个时候 没有儿童的急诊 所以我带了孩子去的时候 我本来只带两个去 结果他说没有儿童也急诊 所以你可能要到总院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一直很记得这件事 就是开车回到教会 再把两个挖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四个孩子 把两个挖起来 说走带弟弟去看医生 他们都已经睡觉了 然后就开车 开了一个小时 来到张基的急诊 让最小的孩子 能够在这里就医 所以那时候就医的时候 很特别是 妈妈抱了一个 然后我后面背一个 前面再抱一个 手再牵一个 然后我的牧师娘 就坐在那边 就说我的儿子怎么了 所以还蛮严重的 所以那时候再问问 原来我是教会的牧师 我们是教会的传道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接触 过了没多久 就接触了 然后就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到教会 所以记得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陪着这些孩子 甚至陪他们玩 我记得有一次 在玩的过程当中 比较好玩的是 他们玩躲避球 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那个孩子就很紧张的 爬来跟我讲 牧师怎么办 我说发生什么事 很紧张 我刚刚用躲避球打了那个医生 我说怎么样呢 那以后我去医院的时候 他会不会给我看病 他都快哭了 你知道吗 我说没关系 他们下个礼拜还会来 然后你就跟那个医生讲说 你等一下今天可以多打我十次 我就站在那边给你丢就好 这就是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很开心的跟这些医师 跟护理人员一起玩游戏 甚至在那边接受很好的医疗的一个相关知识 所以亲爱的各位 我们的医院不只是借着医疗去分享爱 同时也用行动来去分享关心跟关怀 虽然说在这个社区到后来原住民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搬走了 这个社区重新组合 进来这里的社区的所有的住民 已经改成是当地的新宝或是王宫的住民 然后甚至原住民弟兄姐妹搬离之后 但是教会还存留 教会还持续在那里运作 所以亲爱的各位 你就发现说 其实上帝借着我们去分享 关于很多上帝爱的事迹 透过我们的能力 透过我们能用的方式 来去关心关怀 我们身边周遭需要被关心的人 所以亲爱的各位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爱又是什么 除了这种分享关心关怀之外 其实最大的爱 其实就是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并且耶稣基督担当十字架的痛苦 来承担我们 一切在生命里面的罪责 所以亲爱的各位 当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学习去爱自己 甚至能够透过这个最大的爱 去爱我们身边更多的人 最后牧师要这样说 因为我们能够按照上帝所 给我们的恩赐能力才干 在不同的岗位上去分享爱 愿上帝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全能爱我们的主上帝满心感谢你 谢谢上帝 你使我们因着领受你的大爱 你借着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牺牲 使我们得着救赎之恩 也透过耶稣的救赎之恩 使我们领受福音复活的大能 谢谢上帝你的祝福 我也恳祝上帝你来祝福我们 张基说的同人们 当我们领受你所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能力才干 将我们所领受的爱 去分享去关怀 我们身边周遭的这些患者 跟他们的亲人 使他们在这里能够感受到 上帝你借着我们 所分享出气的关怀 愿上帝你大大兴旺 我们所有同人的生命 也不只祝福在我们身上 也祝福在我们的家人身上 谢谢上帝你听我们的祷告 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请医学伦理中心来为我们颁奖 要颁发医疗科部及护理部伦理个案讨论 记录书写内容优良 各位同工平安 为了推广医学伦理 医疗科部跟护理部 每年会缴交医学伦理的个案报告 那感谢大家参与今年2月2号 张基举办的全能伦理个案讨论会 那今年的个案是由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委员 共同来评选出的优良个案 那医疗科部的受奖的单位 第一名是复产部 请复产部的代表上前 那第二名是麻醉部 还有检验医学部 那第三名是家庭医学科 请大家受奖的代表同仁上前 那家座 家座有内科部 复健医学部 还有牙科部 还有精神医学部 还有急重症医学部 总共有9个医疗科部 请大家上前 我们恭请总院长 总院长来帮我们颁奖 请大家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会后记得跟各管师签名 谢谢 请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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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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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